他們通常以前有不同顏色的不鏽鋼 有不同顏色的黑色 我們小時候大部份的水龍頭都是銀色 銀色而反光而看到照 我這個朋友在擦牙的時候 擦牙擦鬆鬆 什麼都沒有東西看的時候 就看著水龍頭 看著水龍頭 他看到一件事就是他很害怕 他看到一個女人的頭 在水龍頭 倒影出來 倒影站在他後面 他很用心去看 他是害怕的那一刻 當你害怕的時候 你很想去證實這個是 後面的雜物倒影像女人 於是他就看得更加清楚 看著水龍頭 他看到一個女人的頭在他旁邊 長頭髮的眼睛黑色 為什麼黑色呢 因為是一個空洞的眼睛 日光日白 那我先說一個跟廁所沒有關係 你這樣說就 其實我經常在記憶想 以下所說 因為我姐姐很多朋友 我這樣說都不會知道我說的是她 我姐姐跟我說她是一個朋友 女生來的 其實我也認識 因為我跟我姐姐的年紀相差很遠 她很多朋友都會當小弟弟照顧 她說某個朋友 原來那位 她說那個朋友 她的爸爸 從來是不相信鬼 從來不相信鬼 很多人都不相信有鬼 先說 信還信 我這些是不想見到的 是 不想見到和不相信有兩件事 對 後來爸爸遇到一件事 從來不相信鬼 她是日光日白撞鬼 詳情我們不知道 只是知道版本就是她爸爸 在日光日白有一次不相信鬼 好像走樓梯在哪裏 不是在家裏的地方 我真的不知道 是看到鬼 她說是嚇到差錯步 她說從此腳傷很重要 是隔著腳 這件事她跟我說 你不要不相信 誰是誰的爸爸 我記得很小時候 聽過這個鬼故 鬼故是真實事件 我挺害怕的 我從來不想見到這些東西 但是如果突然之間出現 原來嚇到這樣 後果真實事件 看到最多是害怕的 如果害怕到跌倒 而影響到身體 這個真是 結果挺悲慘的 是啊 是否我們心理預期 要經常遇到的 最好不好 如果心裏經常遇到的 你便很害怕 就算好像 以前我經常聽到 我的娛樂圈的朋友 跟我說 以前兆事片場 其實那個兆事片場 那個洗手間 是沒有人會去的 真的沒有人會去的 可能他們說 如果去到另一個洗手間 要去到很遠 通常他們都是寧願在山邊解決 都不肯進入洗手間 因為那裡真的有人見過 是很多人見過 以前舊式的廁所 好像以前我們小時候 看到那些公廁 可能現在都是那些公廁 蹲廁 然後有一道門 然後門和頂之間是空置了 你會看到外面的腳 或者腳踏高 你會看到的 看到那些人 很多時候 那些人去洗手間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女藝員 就看到有一雙瘦花鞋 真的 站在廁所的門口 很古怪 你覺得是被人弄固 還是什麼也好 當你在半夜三間的時候 看到一雙瘦花鞋 你怕不怕 如果當時拍攝文初戲 我就沒那麼怕 可能有個臨記過來 臨時演員 只是擺雙瘦 弄固大姐 但如果拍時裝戲 有雙瘦花鞋就不太通 對 好像某大台一樣 都經常說 都是一些都市傳說 就叫做奶茶婆婆 你怎樣 奶茶婆婆 我經常都在洗手間陪會 當你去洗手間的時候 他就會敲你的門 你喝不喝奶茶 這個很害怕 我不知道 有沒有人見過他的真身 永遠都是 你喝不喝奶茶 是否不用理他就可以了 是不用回答的 是嗎 你答不回答 我就不回答 我這些惡作劇 我怕著 不用啊我喝了咖啡 那說笑 如果明顯他是那些 那當然 我想都會認不回答 你問別人不用了 不回答他 你還這麼理性 很害怕 那是男廁 沒理由有個奶茶婆婆來問 對 有時就是 無緣無故會有人 遞廁給你 又是很害怕 對 不用了 有了 上面有一卷廁廁 伸下來給你 廁所鬼谷 這些圖案經常出現 瘦花鞋 遞廁 馬桶伸手 是必然出現的這些畫面 所以對我來說 我想他令我 真是亂想到那個恐怖的畫面 是強於一般的鬼谷 因為 太無助了 在刺隔裏面 沒錯 我小時候很害怕 刺鎖有隻手伸上來 所以就 剛才那一幕嚇到我這麼厲害 是啊 講鬼谷之前 你知道我來到的時候 都會講一下案件 講一下古靈精怪 我講一件 其實現在很多人講過 所以我很簡短講 我恐慌 大家未必一定聽過 因為不像我這些 古靈精怪的人 喜歡涉獵這些東西 講一件是福島縣 發生1989年的一個事件 但是我超簡略去講 我先講一下內容 其實它叫福島縣的教師 教員宿舍的一個 辯曹的離奇死亡事件 為什麼會講這件事 我先吹嘘一下 其實我當時這件事 現在很多YouTuber都講過 但是香港用華語講 我想我是第一個最早的 因為當時2013、14、15 錄的聲音節目 已經講了這件事 要懂日文才懂得看 因為沒有中文版本 1989年2月28日發現 裡面是一個 剛才所說的福島縣 那個地方很偏遠 我先看看地址 福島縣田村郡都路村 聽著都忘記了 總之駕駛一個小時 先去到大城市的位置 很偏遠的 剛才我所說的偏遠度 沖水設施是很落後的 在辯曹裡面發現了 有一個女性如此 就發現為什麼這麼看下去 好像一個人在下面看上來 一個人 那就報警了 然後就在辯曹裡發現 塞了一個男人在裡面 就把它掘出來 離奇在什麼呢 其實準備了一張圖片給大家看 我看看這個圖片 強調這個福島事件那張圖片 還有這個洗手間 正正就是我們所說的 就是儲存了這些髒東西 然後吸睡車來吸 那張圖片大概是怎樣 我用給大家聽 福島事件那張 那個男人整個打橫這樣 這樣塞了在這個辯曹裡 留意上面變成那個帽子 下面這麼窄 20cm 下面竟然塞了一個人 這個人大概170多公分高 170左右 但那裡只是125公分而已 1米25公分 所以雙腳就這樣縮在一起 然後左邊看到有一個吸取口 其實就是剛才威尼所說的 吸污車的管 平時就在吸管 吸污東西走 竟然塞在這個位置 當然了 最後要怎樣拿出來 後來發現它已經死了 下面全部都是水 污東西 不死也難 不死也難 不死一身散 不死一身 對 結果是要怎樣 是要拆開了整個便槽才去 當然了 你不是怎樣拿出來 好 反過來問一個問題 它怎樣進去 為什麼它在那裡 這件事曾經有人想 這個發現它的女士 據譜 她說曾經這個男士追求過她 這個男士23、24歲 會不會是她偷窺 但是那些日子很奇怪 其實那個女士 發現這個屍體的女生 剛剛那時候還鄉 回來福島縣這個地方 沒有可能是這個男士 有心捕她 要偷窺她 躲進去 沒有可能 至於她怎樣 身亡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空口壓迫性 令她太細空間 令她呼吸困難移在那裡 還有當時也很冷 只有幾度的天使 2月在東北地方也很冷 只有幾度 懷疑她是低穩症 加了空口的呼吸困難 整個關鍵就是 怎麼可能能進去的呢 她自己是居不住進去的 還有 有沒有可能是她死了 才被人塞進去呢 原來背後 到現在都不知道真相 不過其實猜到一點 原來當時 福島現在大家都知道 在2011年發生過核洩漏 是的 有核電廠 其實以前建建核電廠的時候 當然居民都會反對 她說在當時 就是要令居民同意 才可以有這些設施 怎會同意 就是有人有稅客 例如來到這裡 那個村民裡面 那個村長 假設要得到一些投票 然後同意有這件事 或者得到一些電力公司的利益 分回一些利潤給我們 裡面其實會有人反對 據說這個死了的青年 二十多歲 他就在裡面 反對得最激烈的其中一員 懷疑整件事 是有人把它搞定了 然後就塞在裡面 你塞在裡面的時候 找不到死因 也是一個謎團 不需要追究這個殺人事件 那你說會不會發醫 你發醫驗到死因 據說這些太偏遠的村落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